小关最近忙着装修新房 他说跟装修公司签完合同 问题就一项一项冒了出来 听到装修公司的地址时 我们188黄金眼采访车驾驶人柴师叔表示 这地方他可太熟了 告诉我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怎么又是这家公司 我都已经去过两次了 最远一个客户是在长兴的 住在太湖边上 他家到这家公司有140公里 当时我开了一个半小时 上一次你去的时候到那边也很晚了 也很晚了 5点钟到那边 我们的驾驶员每天和记者四处奔波 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个地址 显然很有故事 先来看看这次的当事人反映的情况 小关的房子在嘉兴秀州区海纳公馆西园 106方 三室两厅两位 之前网上说的是那个打的广告嘛 10月份他有一个活动嘛 什么装修送软装38 就是活动 然后全屋整装 小关提供了和装修公司签订的全屋定制预算清单 其中包括定制探金石木门 定制柜体 定制主材瓷砖 10万06千元的总预算 最终优惠到7万6千元 还包括赠送38000块钱的软装 在清单上盖章的是 嘉兴荣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7万6千元的价格装修106平方的房子 还赠送价值38000元的软装 小关觉得这个价格很有吸引力 装饰他们说是你只是负责一个 就是黄沙水泥搞过来就行了 签完合同钱交完以后 他们就板材发过来了 然后就不管了 他说你们自己找人装修吧 当时谈是怎么跟他们谈的呢 谈是他们只是说就是全屋整装呀 小关说当时谈的都是全屋定制 包括了安装在预算清单中也有手写的条款 水电13000元左右 人工包括尼工6400元 木工15000元 付款方式为首付等效果图确认后 补齐材料款 第三条是人工按进度付清 后来小关自己找了师傅来安装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就是现在就是他们说你的柜子 还有这些衣柜了这些柜子了 要补钱 补钱 对 是有增加吗还是什么 没有啊 他是就是正常作业 他们之前不是说的吗 他有没有上门来量过尺寸吗 量过 量过 对 图纸有没有出 没有图纸 只有效果图 那现在是哪个不够呢 哪个不够我不是不清楚 他只是说让我去交这个三万九的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钱 还要再交三万九 对对 之前说的是这三万八软装是直接送的 现在他们说又三万八软装是 就是我给他介绍客户 介绍多少客户 他会他会送给我 现在部分材料已经安装上墙 小关说除了柜子的材料 其他材料装修公司说已经发齐了 目前安装材料的人工费 已经花了一万一千多元 他还出示了一份和嘉兴 荣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 装修材料购销合同 记者看过之后发现 小关的疑惑在这份合同书中都能找到答案 关于安装的问题 合同中约定 甲方不负责乙方材料安装 但甲方可以向乙方提供安装技术指导服务 关于费用增加的问题 合同中写道 最终结算以实际面积材料用量为准 多退少补 此外 合同中还有一条特约样板房合作商细则 成为特约样板房后 甲方也就是装修公司 赠送价值38000元额度的软装产品 介绍客户参观样板房奖励500元 客户合作并验收后奖励成交金额的10% 装修材料购销合同上的公司地址 我们的驾驶员已经很熟悉了 在嘉兴凤桥镇新黄工业园 记者找到了荣博公司办公点 运营部里没人 玻璃门上了锁 这家公司的地址不仅我们的驾驶员很熟悉 记者也去过几次 找了找之前的新闻 发现地址虽然是同一个 但公司的名字好像变了 2023年4月湖州的全先生带记者来过嘉兴凤桥镇新黄工业园 当时在这个地点办公的是嘉兴机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全先生说他在网上看到广告后 联系了这家公司给办公场地做装修 合同等于是切完之后 他们等于是派人来量房 量房量完之后 他们回去叫实习室 等于是整个物质实习出来 让我们确定 确定完之后 我们再全款打过去 怎么材料送过来 他们等于是我们木工进来做了 后面一开不对 材料不够 那么他们清点出来 等于是整体稍微量了一下 算了一下 要相差25张牌 25张牌相当于有一个房间要做了 量个房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自始至终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材料装修公司 说白了就是说他买我卖 这个东西量房的话 最终的结算的依据是 按实际的材料用量来结算的 陈经理表示 合同中有约定 最终结算以实际材料用量为准 不足部分补齐差价 你设计错误了 产生了现在 额外的木工费要加4000块钱 那是你的原因造成了 那个设计错误了 您百常没给我发过去 那我这个木工费的4000块钱 为什么要我承担呢 现在就是说等于说是 超出了这个5万块钱的范围之外的 对不对 我还是同样把材料给你 但是您人工这块的话 您再说 就是说因为是因为我怎么样 造成了您这边多数的人工费 然后让我这边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全先生后来反馈 装修公司那边同意了 除了承担15000的材料费之外 人工费和物流费用 公司也一并承担 2023年5月 一位想要装修江西老家 自建房的张大哥 又带记者找到了这里 反映跟嘉兴基家之间的问题 公司一位高经理出面回应 之后张大哥反馈 对方退回了他前期交的钱 最近一次来这里是在今年1月4号 公司名字已经是现在这家 嘉兴荣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当时杭州萧山的余女士反映 她也是在网上看到宣传 说是全屋整装 价格很优惠 可进展并不顺利 再看当时签的合同 她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这张是10月15号签订的单子 总共的价格是8万元 8万元它这里写的是材料部分 优惠价格是6万5千块钱 那么自费是水电菜改部分 那么人工尼工约定是1万5千块钱 它的方式是定金交了之后 粮房设计 然后设计图纸确认 就是那个款是5万5千块钱 这个是相当于是补气材料款 那么第三步的话是 人工费安施工进度 施工验收合格之后付清 这张手写的单子上盖了 嘉兴荣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章 这时余女士又拿出了另一份合同 说是后来签订的 这件手写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羊的合同 它是摆在明面上的 跟我们面对面交流的非常清楚的 但是后面的阴的合同的话 它后面有些细节有些小字 或者是有些那个上面 它做了手脚 它的合同书上 它的合同书上正面就是空间枕装 全无定制 但是翻开来看的话 它却是一个装修材料购销合同 与女士反映的情况 何小关所说的差不多 当时嘉兴荣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 孙经理出面回应 要6万多块钱 我无条件的送你3万块钱 我还给你包这个方法 我们是压办房 你压办房你一年给我带多少单子 我合同上面有没有 公司这边任意给他提供这个泥工跟木工吗 我可以提供钱他支付啊 他该多少钱多少钱嘛 人工市场我刚才说的很简单的 他是打不了折扣的 经过警方协调 与女士后来反馈 双方达成一致 公司退还58000元 这次造访 嘉兴荣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里面没人在 小关现场联系了公司一位李经理 记者说明了蓝意 今天不上班还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就跟他通知了 已经放假了 我跟他说过 已经是在那个半个月之前 就跟他说了 公司已经放假了 放什么假 放年假呀 这么早就放了 对 因为今天单子已经坐满了 你肯定就要放假了 那问题的话 明年过来的话再处理好吧 而且的话我跟你说 就是不管有任何问题 他那个合同跟手段单 全部是在里面 李经理说 今年的单子已经坐满 公司就放假了 运营部要等到正月15之后才上班 到时候小关可以再来公司沟通 1818黄金野记者嘉兴报道 那我们的担长 那我们的担长 这一天就会被伤了 就会被伤了